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本週要為大家介紹這次的磁愛UP池 可以抽到SSR紅磁愛和SSR綠磁愛 有稍微先爬過功課的應該會知道 綠磁愛的評價會比紅磁愛要來的高 因此接下來的角色分析主要會以綠磁愛為主 後面將會帶來磁愛的角色特性、技能特性、裝備建議 以及兩種未來的PVP隊員組成建議 那麼就讓我們影片開始吧! Lisei的特色是在於有挑釁加反擊的技能非常強勢 在高難度關卡和PVP都有不錯的評價 而周回關卡表現比較差一點 隊伍相信在PVE不算太好 而且不太適合打介面戰和超Boss 只有打部分敵人表現不錯 其他都是因為扛不太住大量傷害所以並不合適 加上接下來的PVP調整也是為了綠磁愛而設定 就是要讓這隻PVP神角有很大的表現舞台 而在PVP則是需要有固定的隊員組合 這隻角色雖然不錯 但玩家如果有鑽石不多可以就抽到保底就好 等到綠磁愛之後會進到商店可以再購買 至於紅磁愛的話評價偏低 比起綠磁愛來說比較不是那麼熱門 綠磁愛的特殊戰技是使我軍英雄在使用姿勢技能時解除簡易效果 並且獲得兩回合的簡易免疫 這等於釋放姿勢技能可以直接免疫控制和簡易 隊伍也會有效果 不過如果遇到解除姿勢技和必殺技就除外 借鏡則是使用技能給予傷害時會附加三回合攻擊相關能力減少20%的效果 可以有效降低敵人的傷害 以增加隊員和自身生存能力 要走魔人的類型也是可以考慮 只是要注意的是在街面戰是無效的 1技斷墜有無視防禦的單體攻擊 飛力上還不錯 2技全面反擊則是使用挑釁姿勢 之後受到傷害可以反擊 3技金卡可以挑釁兩回合加反擊600%的傷害 適合在PVP用來保護隊友同時輸出高傷害 而且PVP下週還會更新 所有英雄使用姿勢時減傷50% 這設定基本上就是為了綠磁愛來調整的 所以綠磁愛在挑釁姿勢下比較不會被集火打死 不抽到就可以馬上先練上去 下週拿來打PVP剛剛好 避殺技回歸黑暗則是一回合內擺出姿勢 在我軍全體受到攻擊前就會先發智人攻擊造成傷害 而且也會讓敵人所有的技能失效 包括避殺技在限制敵人攻擊上非常有效 裝備推薦會是四攻二防 血攻防吸血屬性或是四血二防 血攻防血屬性 追加效果也是以抗打為考量 如果要用四血二防最好還是有可以回血的角色 這樣子可以讓他比較難被打死 還能夠把血量拉回來 如果生存能力夠高或是想要將綠磁愛當攻擊手 也可以再考慮替換一些增加傷害的裝備或是追加效果 羈絆的部分團長和班都是加吸血率 隊伍搭配上PVP常見的會是保主力的輸出 或是走魔人的組合 保主力的組合會是綠磁愛加必高加後備位洪金恩 強力輸出很百搭 但最好是搭紅唇傑或分身團長 這類需要時間熱擊的強力輸出 綠磁愛可以前面幫忙扛住傷害 讓這些角色有時間運轉 也能消掉一點血讓他們更好擊殺對方 輔助通常會放必高 可以穩定提高2技讓全面反擊維持在最佳狀態 以及強化我方輸出技能 後備位放紅金恩則是降低對方貫穿率來減少對方火力 也能夠換成其他減低對方輸出和增加生存的角色 像是綠莉莉雅在PVP可以減少敵軍全體的攻擊力 魔人的組合則是綠磁愛加必高加藍金恩加後備位綠瑪琳 這組合主要是可以壓制妖精和貫通隊 雖然紅傲慢加亞瑟傷害很高 但只要扛住傷害發起挑釁 再加上藍金恩的石化控制 還是能將戰局慢慢拉回來 藍金恩可以看情況和藍莉莉雅交換使用 來增加恢復效果和降低對方必殺值 同時提高貫穿率增加傷害 若是要替換最好還是安排多一點功能的補值 會比較有應變能力 後備位綠瑪琳是全隊加一格必殺值 會更快速施展必殺技來應變 而且就算隊伍不小心有人死 只要不是綠磁愛死掉 令瑪琳上陣後也有支援能力可以繼續作戰 玩家也能考慮後備位用一些特殊戰技 能夠減低對方輸出以增加生存的角色 只是最好上陣也要有支援能力會更能夠增加容錯 再來紅磁愛的部分是單純有牽制的輸出角 本身評價並不高 頂多PVP和高難度副本還行而已 所以通常不會重點培養起來使用 1技逆轉劍可以讓對方無法使用回復技能 2技反逆劍會依照對方身上簡易增傷 特殊戰技會依照紅磁愛每受到一個簡易效果時 讓攻擊力增加 但1和2技能本身的傷害%數都不高 有增傷加成打出來的傷害也很有限 而且又都是單體技 必殺技和戒徑等同綠磁愛 只是以輸出角度來看效益沒有很高 只是單純限制對方傷害而已 那麼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洛洛的影片可以點擊下喜歡給洛洛的鼓勵 覺得內容實用也歡迎分享跟你所有的朋友 還沒抽到綠磁愛的玩家 也可以等後面綠磁愛進到商店 耳紅純潔出來後因為不會進商店 所以要記得抽爆喔 還沒訂閱現在趕快按下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每週一到晚上9點半更新影片 後面還會持續更新更多七大罪冠犯的攻略影片 如果想參與更多更及時的討論 也歡迎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喔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